早上十一点中 欢迎收看100首报 你好我是陈自立 先开始来看到是 上个月28号有三名男子 好 再来看到是距离大选倒数39天 不过来看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韩国瑜 现在已经发出了急救的呼唤了 因为他的选情看起来不太乐观 别说民调直直调 甚至连钱都没有了 来看看这是非常深蓝的李莱希 他日前就在脸书发文说 其实韩国瑜的小额捐款几乎都用光光 他是转述高雄市新闻局长王浅秋的说法 他说现在钱没了 怎么办 要大家赶快小额捐款 怎么会这样子呢 之前还一人救钱党 结果现在居然是没钱了 怎么人气王现在变得这么惨 现在就来看看是韩国瑜 其实在高雄选市长的时候 当时的确有不少募款 所以他当时有公布结余款 是1506万元 结果后来因为有一些争议 所以他捐出了一些钱 一共捐出了500多万元做公益 就现在就说 的确竞选总部的经费有些拮据 王浅秋就说了 因为黑韩产业链实在太凶 所以影响到他们现在的募款 目前 好 不过真的要支持韩国瑜吗 现在来看看他的民调 支持他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他不止节节败退 而且差距持续拉大 来看到这是最新民调 蛮惨的 蔡英文已经拿超过五成的支持度 但是韩国瑜却已经民调跌破两成 只剩下19% 51%对上19% 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32个百分点 不过韩国瑜的核心幕僚说 这跟他们掌握情资不太一样 他说他们内部也有民调 掌握的情资是双方的差距只有五六个百分点而已 还说如果这样子的民调是真的 蔡英文躺着都能当选 地下赌盘也都会傻掉 显然要大家不要相信这民调 其实有些人有说这民调真的是真 因为韩国瑜之前的确讲过 要韩粉接掉民调的调查电话 都说支持蔡英文 就是要刻意模糊着民调的焦点 而现在也来看看 除了韩国瑜的核心幕僚说 民调没这么差 而且这民调大家不要相信之外 放火的还有他的进办总部的发言人何庭欢 他要帮韩国瑜缓夹 结果竟然讲错话了 他说韩国瑜不是只有头发少会吵架 还说韩国瑜知道孔子是思想家 哲学家热爱中华文化 此话一出把很多人听到都傻了 怎么会讲这样的话 想要帮韩国瑜护航跟抬教呢 你要来驳斥韩国瑜不是草包 只有你的发言听起来 更像草包也引发争议 回答一首报 我是陈自立 来看到苗栗地院 有一名相当年轻的29岁法官 被踢爆说经常出国陪网红老婆 跑遍世界各地取景 因此成审案件审不完 今年升等案还被延长 这名白记得11月18香港街头发生 人采人意外吗 现在有密件指出 原来当时港警在现场忙着抓人 而不是把这些伤者 进击送医 今天凌晨台中的快速道路 发生了一起自撞车祸 造成两人受伤送医 时间就来拍新银 民众闯入阳明山国家公园管制区 说想要在庚子坪野戏温泉烤鸡蛋 但水实在太烫 导致他双腿烫伤 就连两名消防员上山救援 双腿也陷入地热的高温泥土当中 印尼在当地时间7点05分 市中心雅加达发生了爆炸案 造成两名军人受伤 而事发地点就在国家纪念塔公园 靠近印尼总统府 因此警方已经封锁 艺人高以翔在中国录制实际节目 不幸送命 遗体在昨天运回台湾 林唐就设在金宝轩 那么他的遗照是高妈妈特别挑选 可以看到他的笑容非常灿烂 因为家人希望大家永远记得高以翔 温暖的模样 回答一首报 我是陈自立 来看到是屏东县万丹香 有花店凌晨遭十几名黑衣人 棍棒疯狂砸毁 时间叫做周慧荣 而上个月底 在林口这边发生了两起的汽车 车窗遭破坏的窃盗案件 警方已经循现逮捕到窃嫌 时间叫做陈宜珍 好的主播观众 副驾驶座的车窗 整个都被砸破 车内的贵重物品也全被搜刮一空 最新消息要提供给您 新北市泰山有国小 在上午发生了一起坠楼意外 一名13岁男童 不明原因从二楼坠落到一楼地面 被捕着地 校方已经报警救护车前往救援 救护人员到场发现 男童意识清楚 已经送医进一步观察 但详细的坠楼原因 还要进一步调查 而接下来看到的是选战消息 之前大阪代表处长苏启成 因为处置风灾不当 结果疑似不堪网军舆论 选择亲身 检调追查发现这些网军 疑似是卡神杨慧如组成的 而过去曾经批评卡神 是政治蟑螂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今天也回应 他认为网军背后一定有金主 而且不用追 他也知道金主是谁 卡神杨网军 现在这风暴烧向绿营 总统蔡英文也做出回应 而实力立委黄国昌持续追查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越加的 杀石场争议 今天早上到监察院地案要求调查 相关的违法情形 网红米莎自爆为孙安佐堕胎 让正宫女友求去 孙安佐日前发文说 好想女友 却被网友标签米莎 孙安佐也霸气回呛 你有问题吗 让看热闹的网友直说 孙安佐直接跳坑是真男人 韩议员宋慧桥传出各自外泄 竟是机场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 偷拍名人的机场入境单 有驾驶只应在车上跟妈妈吵架 竟然就把车开进淡水盒 高雄室友通缉犯拒绝远景蓝茶 冲撞警车四个小时后落网